接下来还要做几点注意事项 一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的东西有没有在这边出现 能不能执行 如果可以的话 那表示你OK 如果不行请你重录 二的话 请你知道一下里面到底录了什么 你可以按下什么 编辑 也就是说 他录下这个名称之后 你按下编辑 他实际上会是开启这个visual basic OK 所以如果你把它点编辑的话 他会跳出什么 跳出 理论上应该会跳那个visual basic 但好像他闪退了 可能我刚刚已经开过了 我把它关一下 再来编辑一下 如果一直闪退不用管 反正不然你就按这个 他其实就跳这个 OK 那理论上 这个visual basic 慢慢各位也要慢慢习惯 这以后我们就要用这个来写VBA 那本来是长这么大 那你可以把它缩小一点 我习惯是把它缩小并且浮动在上面 为什么要浮动在上面 因为我将来可以看着我要做什么 我把程式写在这边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你写完了程式里面 他基本上会放哪里 一请各位把这一条线往下拉 有没有 这边可以把它拉下来一点点 他是放在一定是放在一个模组里面 而且他是把这个档案的名称 变成一个VBA project的名称 也就是说VBA里面 他的名称是用这个当名称 OK 两边是match的 那并且他把程式一定是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呢 未来如果你不小心把程式关掉的话 里面这个关闭 那你怎么叫出来 很简单 就把module1点两下 程式又出来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里面他的结构一定是sub开头 刚刚讲过 名称在这里 然后end sub结束 OK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之前有的同学这样 不小心把这个关掉了 也不小心把这个也关了 这个关还好 但他怎么样呢 不小心把这个也关了 OK 然后呢 就变成黑白了 他也开始有点忧郁了 糟糕怎么办 关掉之后又打开了 会不会恢复正常呢 没有 他就觉得很悲剧 就想说 他问我要不要重管 不用吧 那么你如果重管麻烦 你就检视里面看到什么了 那个东西叫什么 猜猜看 因为我们 他把VBA当成一个专案 所以我们如果要开的话 那个叫做专案重管 就开了 OK 就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而已 如果不小心关没关系 检视专案重管叫出来都OK了 这个东西叫专案重管 你就把它点两下又OK了 那还有什么呢 字太小 你怎么办呢 记得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撰写风格里面 把字9号字放大至少12好了 比较看起来比较舒服 OK 好那再来的话你们刚刚做的动作 一二三 其实大概就三三个步骤 三个动作 那如果你不知道 其实这边其实可以讲 一一你可以把这上面单一号拿掉 那我的习惯是什么 在上面加注解 注解 意思就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第一个步骤什么 游标放在一二 有没有 就写这一行 第二个步骤的话 我把公式加上去 二 公式加上去 就是目前这个sale sale指的是储存格 active 就是目前活动的那一个 formula就公式 等于这一串 然后向下填满的话 基本上就是这一行 有没有 所以刚刚三个动作 那当然我建议 后面请你自己加一些字吧 加完之后就长这样子 一二三 云端上也有 就是长这样子 所以我把它call过去 Ctrl C Ctrl V 贴过来 一模一样 只是说我把这个三个 那注解的话 我的形式一定是单引号开头 后面加一点东西 那你想说这个数捷一定要加 我是建议一定要加 为什么 因为你录完之后 你一段时间不知道做什么动作 所以如果你记完之后 你下一次回头看 你就知道原来我第一个动作 应该是一二才对 因为之前是没有删掉上面 游标放在 这个应该也是一二 一二储存格 OK 然后就把它填满 然后向下 可能还是有一些 因为之前我好像没有删掉 那个上面的 所以这个其实可以改 其实也不用重写 不用重录 你只要你看得懂 这个range指的是范围 哪一个范围呢 就其实如果一个 它可以只单一个储存格 或者可以指一个范围 有没有 一个范围就长这样子 那这个就叫做范围物件 利用物件可以去控制 我们Excel里面任何动作 通过物件 虚的可以去做你要做的动作 OK 这个未来其实会用到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也是要清除 清除的话 大概就几个步骤 反正你可以讲 一游标放在单引号码 一游标放在一二储存格 二的话就是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然后三的话就是 按下Delete 这三行就是你刚刚做 那以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从录制聚集 去学习VBA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不会写的程式怎么会写 你就录一遍你就会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不会 你又录 录了之后把那一行记下来 或者贴到你要的位置上去 它也可以执行 好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 反正这个一一先录制 把环境稍微熟悉一下 环境的话你就可以直接 如果这边好像我刚刚是散退 有没有 你可以直接点这边Visual Basic OK 然后玩一下这边 并且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工具选项的撰写风格 OK 这个我想蛮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字都太小 每次看 就是贴太近了 对眼睛其实也蛮伤害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最后要执行它的话 刚刚一定要什么 聚集 然后去执行 但是很麻烦 那我们最后就是希望在旁边加按钮 那怎么加按钮 特别需要 在插入这边 开发园下方有插入 请你找到左上角的第一个 就是按钮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加按钮的话 直接选这个 然后并且在这边 拖拉到右下角 我最后一次给各位看 点一下这个 它会出现实质 有点像小画家里面 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角 按钮多大多小 你自己决定 大概这么大 OK 放开 放开之后 它会问你说 你按一下那个按钮之后 是要执行哪个聚集 我要执行这个 另外的话 点它之后 请你把上面这六个字复制一下 为什么要复制 按确定就知道了 因为它叫按钮10 名称我要把它变更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复制在贴上就好了 OK 其实主要它应该就是自动帮你把名称加 可是它没有 再来一样 在另外一个就清除 然后再把这边复制一下 所以这种方法很快可以就加两个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按下它 按下它 这样就OK了 但是最后的话 就有同学会比较龟毛一点 他说 老师 这两个按钮 不一样大 怎么办 我说好 那调一下 怎么调 按右键 不要按左键 左键就执行 按右键 它会出现空点 你就这样瞧 这样瞧 不过你会发现 瞧很久之后 还是感觉 很大吗 好像还是不一样 所以我教过一个技巧 减下 减下其实就删掉 如果你要让它一样大 我的习惯是这样 怎么做呢 把这个按右键 复制 直接拿这个贴 保证一样大 只是那个上面的对应不一样 对不对 你就没关系 贴上之后按右键 重新指定锯齐 重新指定这一个 重新再把名称复制 其实也一样 只是就贴上去就好 所以我的习惯就贴贴贴贴 如果好不够格 那你就一直贴贴 长得都一样大 你就不用管说大小 不然真的很难刚好调整 一模一样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录制聚集 并且把聚集按编辑 然后注解一下 注解 那另外注解的名 注解到底里面要打什么字 那因为那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比如第一个动作是 游标放在一式储存格 那你如果不喜欢这样叙述的话 你自己打没关系 因为那个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你喜欢打多 你就多打几个字 如果你不喜欢打那么多字 你就打少一点 之前是有 我看我同学很喜欢多打一些叙述 所以他甚至有点在上面 快打出一篇文章了 因为他要记录得很详细 所以我看到打好多字 如果你打一行不够 你可以打第二行的话 就是再一个单一号 单一号开头的话 那表示说那个程式不会被执行 那个是写给你自己看 一定是绿色字 OK 好 好 好